你也逃出这个城 你走了一百步 那你五十步都不要笑一百步 五十步从一百步 两个人都不好 两个人都不好 你为什么要逃 为什么你要走呢 我难道有什么不好呢 我难道有什么不好呢 五十步笑百步 五十步上一百步 免得有人自夸 免得有人自夸 那上帝拣选你拣选我有什么目的 上帝拣选你拣选我 你跟我都是他手上的一个工作 你跟我都是他手上的一个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 有一个目的 你自然去行 你会自然去做一些好事 你有正确的信心 你有正确的信心 你绝对有正确的行为 你绝对有一个正确的行为 这是上帝选招你 我预备叫我们做的 这个就是上帝拣选你 跟我一起去做的 好 我们看一下耶稣 和和地写给门徒看 第一个是写给一些妇女 今天早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是看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耶稣向摩达纳的玛利亚显现 在约翰福音二十四章 耶稣向摩达纳的玛利亚显现 在约翰福音二十四章 但是耶稣同时也向了其他的妇女 除了摩达纳的玛利亚 耶稣在他的身上赶出七个鬼 但是第一次 第一个复活节的时候 早上还有其他的妇女一起来 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说到 耶稣显现的时候 显现给摩达纳的一个妇女看 而且在这个妇女里面也说出七个鬼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 你们晓不晓得圣经有密码 你们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密码 圣经里面有一个密码 你没有这个密码你进不去 圣经里面有一个密码 你没有这个密码他进不去 你知道他们说这个密码是什么吗 你知道他们说这个密码是什么吗 耶稣怎么没有后代啊 耶稣为什么没有后代呢 他一定有后代的 他一定有后代的 你去找 你去找一下 绝对找得到 绝对找得到 你知道那个太太是谁吗 你知道他的太太是谁吗 耶稣曾经把他设施当赶出七个鬼的 这个人就嫁给耶稣了 这个人耶稣在他身上 说出七个鬼 这个就是他的太太 那你赶快去找这个人在哪里啊 你赶快去找这个妇人在哪里啊 他住在什么地方啊 你住在哪里呢 哎哟 他有儿子啊 耶稣有儿子啊 原来他有个儿子耶稣有个儿子的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圣经的密码 你不知道只有我知道的 所以这个圣经的密码 你不知道我知道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这种事情会一直不断地出现在这个世界 这件事情不单只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 到底耶稣是谁 到底耶稣是谁 他是不是上帝的儿子 他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肉体复活还是精神复活 他是肉体复活还是精神复活呢 到底他复活的身体是什么 到底他复活的身体是什么 全部都是在哥林多前书事务上 全部都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好 我们看看第一个复活节 早上大概是五点半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看这个伍节 在早上大概是 天一亮的时候五点半 天五点半的时候 天要光的时候 可能五点 可能五点 最后的复活节 你十一时十一点来到的时候 这都已经完结了 这都刚刚都已经完结了 来这里都没有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一节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一节 复活节第一个早上 复活节第一个早上 七日的头一日 七日的头一日 黎明的时候 黎明的时候 早上五点 早上五点 五点半 那些妇女 带着所预备的香料 带着如所预备的香料 来到墳墓 因为他们站在十字架的底下 他们知道耶稣埋葬在哪一个墳墓 因为他站在十字架底下的时候 他知道他埋葬的墳墓 看见石头已经从墳墓滚开了 他们看到石头原来从墳墓滚开了 不可能 这个石头是罗马政府用风条封住的 这个法院封住不能动 这个石头已经滚开了 但是这个石头已经滚开了 滚开不是叫耶稣出来 滚开就是耶稣怎么出来 不是叫耶稣出来 不是叫耶稣出来 是让我们这些人进去看 是要我们这帮人进去看 他们就进去了 他们就进去了 不见了耶稣的身体 不见了耶稣的身体 正在猜疑之间 正在猜疑之间 有两个人 有两个人 两个天使 原来是两个天使 因为他衣服放光 因为他衣服发光 妇女们就惊怕 妇女们就很害怕 将念服在地上 那两个天使 就跟他们说 为什么在死人中造活人 为什么你在死人中找活人 耶稣基督不是死人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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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是活人的神 耶稣基督是活人的神 为什么在死人中造活人 为什么你在死人中找活人 他已经不在这里了 他已经复活了 当纪念他从 他还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 他怎么告诉你们 他讲了一句话 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 他说了一句说话 耶稣说了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 人子必须交在罪人的手里 可能是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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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这些 当时的 犹太人的这些祭司 也可能是罗马人的兵丁 也可能是罗马人的兵丁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 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 定在四十字架 定在十字架 第三天 第三天 复活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 他们当时就想起耶稣的话 没有圣灵 你绝对不可能想起上帝的话 没有圣灵 你绝对想不起上帝的话 耶稣说我要离开这里 好像说我要离开这里 耶稣说我要离开这里 耶稣说我要离开这里 但是我离开的时候 但是我离开的时候 我求我的父 我求我的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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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浅他的圣灵 猜浅他的圣灵 圣父 圣子 圣灵 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猜浅圣灵来到这个世界 猜浅圣灵来到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comfort 这是一个保慧师 这个就是一个保慧师 他来了 他来了 让我进入一切的真理 让我进入一切的真理 让你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让你们想起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 所以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 如果不是圣灵来教导你神的话 如果不是圣灵来教导你的说话 你不可能看清楚上帝的真理 你不可能会明白上帝的真理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 他们便从坟墓 这些妇女便从坟墓那里回去了 那些妇女便从这个坟墓那里进去了 把这些一切事都告诉十一个门徒 把他们所见一切的事 就要告诉他们十一个使徒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犹大已经上吊死了 当时犹大已经是已经掉颈死了 就告诉十一个使徒 所以就告诉十一个使徒 还有其余的人 还有其他的人 那这些人叫什么名字 那这些妇女到底是谁 那些妇女到底是谁 第一个 第一个 玛利亚 不是耶稣的母亲 不是耶稣的妈妈 是从摩达拉来的玛利亚 是摩达拉来的玛利亚 耶稣从她的身上感受七个恶鬼 就是耶稣从她身上说出七个恶鬼 后来在约翰福音二十章 耶稣同样在向她显现 后来耶稣也是在《路加福音》二十章同样的显现 约翰福音二十章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除了摩达拉来的玛利亚还有谁 除了摩达拉来的玛利亚之后 还有谁 有没有人因为名字叫做Joanna 在这里有没有叫做Joanna Joanna Joanna 有多少人认识你的朋友的名字叫Joanna 就是从这里来的 原来就是由这里来的 另外一个妇女叫做Joanna 另外一个妇女叫做Joanna Joanna 她的先生的名字叫Kusa 她曾经在希律王的王宫里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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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小雅各的母亲 也叫玛利亚 也叫玛利亚 有几个妇女 有几个妇女 现在有几个妇女 三个 还有没有其他人 还有没有其他人 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 还有其他同一处的妇女 可见最少是五个 可见这里最少有五个 他们这些话 使徒以为是胡言乱语 就不相信 他们这些话 使徒以为是胡言乱语 就不相信 彼得就起来了 彼得就起来 跑到坟墓前 走到他的坟墓前 低头望离开 低头望进去 见细麻布堵在一处 包耶稣的身体 细麻布在另外一个地方 包耶稣的细麻布也是另一个地方 如果耶稣的身体是被耶稣的门徒 偷走的 如果耶稣的身体被他门徒偷走的话 你有时间把 等一下 我们要偷他的身体 等一下 我先把他的果头巾慢慢拔完以后 放在一边 然后不要走 不要怕 鲁莫人不会来了 再把他的衣服 再慢慢放在里面 放整气后 我们再偷走 如果是门徒偷走 会不会把他的果头巾慢慢拿出来 放在一边 又或者 又要慢慢把身体上包的细麻布 又要抹出来 放在一边 你知道两个门徒都进去看 在约翰福音二次章 两个都进去 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 有两个门徒进去看 一个是彼得 一个是彼得 一个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 这个就是施醒约翰的福音 就是约翰 使徒约翰 只有他站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底下 这个Gasper John的作者 只有这个是站在当时的十字架底下的 这个施洗约翰 使徒约翰 使徒约翰 Apastle John 就是使徒约翰 约翰福音的作者 约翰 约翰福音的约翰 Gasper 约翰福音的John 就是使徒约翰 就是使徒的约翰 两个人都跑到坟墓 两个人都跑到坟墓 彼得慢到 就原来是彼得的指导 彼得跑得比较慢 彼得跑得比较慢 可见得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很年轻 可见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很年轻 他跑得比较快 他跑得比较快 你知道圣经怎么解释这两个人的反应吗 你知道圣经怎么解释这两个人吗 约翰一进去 约翰一进去 约翰只要进去一看 约翰只要进去一看 坟墓是狂的 他立刻就相信耶稣复活 他立刻就相信耶稣复活 彼得还不一定 彼得或者未必 彼得要进去看到这个 果头巾跟这个 这个 这个 包身体的那个 细麻布分开以后 他才相信 彼得可能 要看到 入对饭墓 要看到他的果头巾 或者细麻布 但是彼得三次不认主 但是彼得有三次不认主 我上个礼拜的题目是什么 我上个礼拜的题目是什么 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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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哭了 约翰哭了 耶稣也哭了 彼得哭过没有 彼得有没有哭过 彼得什么时候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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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不认主 对 耶稣看他 耶稣预言彼得 彼得曾经说什么 彼得说 彼得说别人会出卖你 别的门徒会出卖你 我是觉得不会 我可以为你死 彼得跟耶稣说 其他人可以出卖你 但是我不会出卖你 我可以为你死 耶稣怎么回答彼得 耶稣怎么回答彼得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鸡还没有叫两遍已先 你要三次说你不认识我 你不承认我 你不承认我 你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ROOSTER 公鸡叫的时候 CROW 公鸡叫两遍已先 你今天晚上 你会说三次不承认我 公鸡鸡提之前两声 你不承认我 你知道彼得真的跑到大吉斯 该亚法的家 我跟师母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特别看到该亚法住的地方 你知道该亚法现在在耶路撒冷 在该亚法住的前面 他弄了一个雕像 这是彼得的像 彼得的像 当时 该亚法在2012年的时候 我跟牧师去到耶路撒冷旅行里面 该亚法的家的前面 该亚法的家的前面有一个像 彼得的像 原来这是彼得的像 你知道在旁边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你知道在旁边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公鸡 一个公鸡 公鸡正好张嘴巴在叫 这个公鸡就是打开嘴巴要叫的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在那一个晚上 有一个使女 就跟彼得讲 你这个人啊 你是跟耶稣一党的 当时有一个使女 就跟他说 你不是跟着耶稣的党的吗 跟彼得说 彼得说我不认识他 彼得说我不认识他 再来一个仆人 你不是从加利利来的吗 你这个口音 你死传话 我一听就知道你是加利利来的 就是你啊 就是你 然后有一个人来到这里 就跟彼得说 咦 你不是从加利利来的吗 你这有口音 你的口音都弄出来 你跟他一党的 我听到你的口音 你是跟他一党的 彼得说我不认识他 彼得说 我不认识他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我就是在 我就是在克西玛丁园 我看见你伸出的刀子来 一刀砍掉那个大吉士 就是仆人的耳朵 就是你嘛 你还骗人吗 我在克西玛丁园 我就是见到你 念到你 立刻拿把剑 斩了一个兵丁的耳朵 不是你吗 就是你啊 就是你啊 然后他说我向天发誓 然后别得说我向天发誓 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不认识这个人 这句话刚刚讲完 这句话刚刚讲完 圣经里面 路加福音圣经里面 解释得很清楚就是 耶稣转身了 看路加福音就是说到 当耶稣转身的时候 一转身 一转身 耶稣的眼睛 直视彼得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彼得就出去痛哭 为什么 他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他就是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只有圣灵进到人的心里 人才会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只有圣灵进入人的心里面 才想起耶稣的说话 耶稣说今夜 鸡叫两遍一先 你要说三次不承认我 今夜鸡叫两名之先 你会三次不认我 彼得一看到耶稣转身 一看到耶稣的眼睛 彼得就出去痛哭 彼得一看到耶稣的眼睛 彼得立刻要跑出去痛哭 保罗传福音也流眼泪 保罗传福音也流眼泪 我现在要离开这个教会 我现在要离开这个教会 我在这个教会已经三年了 我在这个教会已经三年了 我在这个教会有三年之久 我在这个教会有三年之久 我昼夜不住的流泪为你们祷告 我昼夜不住的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有多少人流泪为你为我祷告 有多少人是为你为我去流泪祷告 如果你的妈妈流泪为你祷告 如果你的妈妈为你流泪祷告 这个眼泪是绝对的宝贵 这个眼泪绝对是很宝贵 这个三次不忍住的彼得 是不是从此就完了 这个人已经消失在上帝的家里 这个人大概就完蛋了 从此以后就消失了 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 是否从此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就完结呢 究竟他去了哪里呢 第一个复活节的晚上 第一个复活节的晚上 门都关了 门都关了 耶稣来了 只有十个在里面 只有十个在里面 那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耶稣第一句话是什么 所以我每次来教会 你要说什么 你不是说Good morning 耶稣第一句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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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们 平安 愿你们平安 所以你来到教会 你不要去问天气 你不要去问你好吗 吃饱饭没有 那个没有意思 所以以后你来到教会 不要问天气 不要问吃饱饭没有 你没有意思的 你平安吗 你最重要是问平安 你有耶稣的平安吗 你有耶稣的平安吗 耶稣说 愿你们平安 耶稣说 愿你们平安 那耶稣有没有 对彼得讲 你怎么三次不认我 耶稣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跟彼得讲 你三次不认我 耶稣有没有跟门徒讲 怎么搞的 耶稣到底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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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复活节的那天晚上 耶稣进来的时候 这十个门徒被关起来的时候 关在下的钥匙的时候 耶稣第一句话 愿你们平安 下一句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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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怎么猜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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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猜浅你们 我现在就要怎么猜浅你们 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没有第二个选择 祂的福音就是靠这些门徒 传出去 徒弟弟弟兄姐妹 当耶稣离开的时候 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 就是靠你们 要帮上帝要传出去 所以有一个牧师就问耶稣说 所以有一个牧师问耶稣说 这十一个家伙可靠吗 这十一个家伙可靠吗 这十一个人可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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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后来 使徒行传第1章 又增加了一个人 叫玛提亚 还是十二个人 这十二个人可靠吗 当时有日还有一个使徒的玛提亚 也都加入去 就变成十二个 这十二个人可靠吗 可不可靠 可不可靠 你问你自己吗 问一下你自己 我问我 我问我 我绝对不可靠 我绝对不可靠 你问你自己看看 你们问一下自己 看可不可靠 我相信你跟我差不多 也是不可靠 我相信你跟我差不多 也是不可靠 那谁去传 那谁去传 你什么力量去传 你有什么力量去传 耶稣说 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耶稣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你接受圣灵 你们接受圣灵吧 你接受圣灵吧 你要接受圣灵吧 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 你有没有接受圣灵 如果不是接受圣灵 你跟我一点权柄都没有 如果你不是接受圣灵 你我一点权柄都没有 最后有五百多个人看见耶稣 就是在耶稣升天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六节 耶稣要升天 耶稣升天以前发生的事情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 他们问耶稣 主啊 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 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 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是现在 你要升天 是不是就是现在 你要升天 是不是就是现在 耶稣对他们说 复贫着自己的权柄 扶贫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 所定的时间 时期 不是你们所知道的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如果只要有一个人来这个教会传讲 我知道耶稣什么时候 再来在明年二月二号下午两点 如果有一个人 传道人来到这个教会 跟你说耶稣来的时候 就是命令某月某日来到 我可以告诉你 你赶快走 你根本不要坐在这里 你赶快走 我就告诉你 你立刻要离开那地方 离开那地方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跟他们说 扶贫着自己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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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的时候 鎖定的时候 鎖定的日期 鎖定的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是 只要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 只有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 所以第二章 马上就是五旬节 就是圣灵降临 就是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 你就必得着能力 有圣灵 有圣灵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有能力 你才能为耶稣作见证 你才能够为耶稣作见证 你要在哪里为耶稣作见证 你要在哪里为耶稣作见证 在耶路撒冷 在欧拉多 在犹太全地 到这个 Tampa 到Miami 你要到耶路撒冷 再到犹太全地 你最后还要去更北边的 撒玛利亚 这个 欧拉多最北边的是什么 Jacksonville 你们要去到撒玛利亚 还有要去到最北边的欧拉多 在哪里 是不是Jacksonville 一直到地级 然后一直到整个世界的小岛 原来一直要到地极 一直要去到世界的小岛 作我的见证 作我的见证 这个顺序不能够颠倒 这个顺序不能够颠倒 等候 就是等候 圣灵 能力 能力 作见证 说了这话 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耶稣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身了 原来耶稣就被取上身了 做直升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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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朵云彩 把耶稣接去了 将耶稣接走 你 我都看不见他了 但是当耶稣往上去的时候 但当耶稣往上升的时候 这些人定睛望天的时候 这些人定睛看着他的时候 可能是耶稣的这十一个门徒 可能就是耶稣的十一个门徒 可能就是刚才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 有五百多个人可以看见 可能就是哥林多前书 定睛望天的时候 定睛望天的时候 又有两个人 又有两个身穿白衣的人 又有两个身穿白衣的人 天使 原来是天使 我很盼望这两个天使 今天在我们的教会 我真的很盼望这两个天使 真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天使就是像我们的样子一样 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 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 你们今天为什么站着望天 你们怎么整天都站在望天 这个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这个离开你们被接上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么上去 天上去 往天上去 你们见他怎么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他还要怎么来 今天你跟我在这里没有什么盼望 所以你跟我今天在这里没有什么盼望 除非盼望他在来 除非盼望他在来 不管是川普 也不管是克林顿的太太 没有一个人有办法 不管你是谁 或者是克林顿的太太 Hillary 或者是这个川普 或者这个Donald Trump 没有一个人有办法 没有一个人有办法 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人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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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耶稣再来 不叫耶稣再来 他还要再来 他一定会再来 最后我请问 到底这个复活的能力 在不在你跟我的身上 到底这个复活的能力 在不在你跟我的身上 彼得是被上帝的爱来呼召 耶稣三次问他 耶稣三次问他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耶稣复活以后 曾经像七个门徒 在加利利的海边 在提比利亚海边 问他们这七个人 你们刚才打鱼上来的时候 你烤一点鱼给我吃吧 你有什么吃的 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 也都跟这七个门徒说 七个门徒说 你们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你给我一些东西吃吧 然后耶稣问彼得三次 然后耶稣问彼得三次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这些鱼 这么多的鱼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多的鱼更深吗 你爱我比其他的那些门徒更深吗 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更深吗 你爱我比其他世界上的东西更深吗 你爱我比其他世界上的东西更深吗 然后彼得想起来耶稣三次不认主 所以彼得就想起耶稣说他三次不认主 耶稣给他三次的机会 耶稣给他三次的机会 彼得怎么回答 彼得怎么回答 彼得是怎么回答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怎么再回答他 耶稣再一次怎么回答他 Feed my land 喂养我的小羊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教会最需要的就是 要有人来喂养这些小羊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最需要的有人就是 喂养我们的羊 耶稣要问你 耶稣要问你 你爱我比爱这些东西更深吗 你爱我比我这些东西更深吗 有一个牧师是这样子讲 他说耶稣问我 耶稣问我 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你爱讲道还更深吗 你爱我比港道更深吗 比你爱讲道爱传福音更深吗 比你港道传福音更深吗 你自己再问一下自己 你自己再问一问自己 耶稣说你爱我吗 主耶稣你爱我 主耶稣问你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美金更深吗 你爱我比美金更深吗 金钱女色权力 耶稣说你爱我吗 耶稣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money sex power更深吗 你爱我比金钱女色权力更深吗 只有耶稣的爱来呼召彼得的时候 这个曾经失望的人才可以回转 只有耶稣的爱 才可以呼召于人去回转 才有这个爱 只有他的生命改变以后 他才会回转 只有他的生命有改变 他才有这个爱 所以彼得一被生命充满的时候 第一次讲道 一讲道完 有多少人信耶稣 所以彼得一讲道完 一讲道完 知道有多少人信耶稣 五千 三千 三千 到底有多少 到底有多少 三千 只有三千对不对 只有三千对不对 那这三千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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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耶稣受洗 是不是信耶稣受洗 这样就完了吗 那是否已经完结 到底这三千人是谁 到底这三千人是谁 第一次讲道 约天了三千 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有三千 不是只是受洗 不是每个礼拜天在这里 不是只是这一套 不只是来受洗 因为第一次讲道 有三千人 就来到当中 约天了门徒三千人 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三千人 就是以三千人 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 有三千人 这就是第一个教会 这就是第一个教会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 我希望你站起来一起唱 希望你大家站起来一起唱 2004首 你打开你的圣经 你的诗歌2004首 打开你的诗歌本量204首 我们先唱英文的 2004首 我们先唱英文的 不断的 都悬 çık了 这个首歌 对 很正常的歌 谢谢大家